对照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梅克尔 还有一位本周进行告别演说的是 杜特蒂菲律宾的总统 他上台的时刻 正是美中为了南海议题 最交锋严重的时候 当时前任的菲律宾总统 站在美国那边 于是对南海提起了仲裁事件 等到杜特蒂上台之后 他说傻瓜才完全站在美国那边 他开始了美中之间 悄悄百事的外交政策 时而导向美国要点好处 最近他要到了辉瑞疫苗 时而导向中国 他说当时我跟你们美国要疫苗都要不到 是中国最早时间支持了菲律宾 给了我们科兴疫苗 我打的就是科兴疫苗 可是他最近又跟美国确认了一个 类似军事合作的协定 这里头包含了海事力量 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样 叫做领海相关的领域问题 也是他和美国合作的对象 所以会不会南海问题将来又浮上台面呢 他其实还在继续地玩政治 他上台的时刻 他是第一位出身菲律宾南方 南方在菲律宾叫明达纳尔地区 他被人为是贫穷的地方 所以当地的毒贩特别严重 而过去菲律宾几乎都是有大家族的 不只是马可氏 后来上台的Archino家族也是如此 雷默斯算是军人出身的 之后几个都是大家族 于是人们认为他代表一个 所谓菲律宾式的转型正义 出身平民的人 然后他一上海就说 我杀掉这些毒贩 而国际刑事法庭认为 他未经审判 直接在街上杀掉这些毒贩本身 是一个犯了国际刑事罪 他说你到这个地方来 而且满口脏话 结果他现在广受菲律宾人对他的支持 过去呢 他还上任的这几年之内 总共有六千人左右 死于涉毒的案件 而且是未经审判的 那么接下来呢 是菲律宾的宪法 菲律宾宪法呢 是总统只能做六年一任 不准连任 他变成了下一个普丁 他说我推我的女儿 沙拉杜特迪出来竞选 他现在是明连纳尔的市长 我要选副总统 那像我们所熟悉的政治人物就是 他明明是有强烈的政治权谋 可是他就伪装自己 会把自己包装得很好 杜特迪的特色是不包装了 他就直接说 我为什么要选副总统呢 因为我要行事豁免权 我怕后面的总统追杀我 目前为止看起来 他女儿和他的搭档 好像还会赢得下一届的选举 因为总统府闹鬼的传说 让杜特迪上任以来 一直没有住进马拉卡南宫 因此从老远的自家官邸出发 一路他的特例独行 连续六年发表国情之文 都是大直升机 大阵仗地前往菲律宾国会 因为其重机摔伤 加上患有肌肉无力症 76岁的杜特迪走路有些迟缓 但却精神异议 仍然在最后一份国情之文 洋洋沙沙讲了两小时又45分钟 创菲律宾史上最长纪录 杜特迪系署这五年多来的政绩 少都抓光所有毒贩的证件 是他能在2016年 以黑马姿态当选总统的原因 但却也是饱受正义 承责好事 很多人感染了 更多的任务 杜特迫 主任 Duterte 承责 WAY 承责 他的承责 了大厅 刀 承责 我的行返 更好 据统计菲律宾在过去五年间至少6000人死于涉赌案件 但其中不少是冤假错案的枪下亡魂 杜特替发表国庆之文当天 人权团体和冤死的家属 在玛尼拉街头发动示威 事实上国际刑事法院已就杜特替的扫毒政策 以涉嫌危害人类罪正寻求授权展开调查 杜特替在国情之文演说中 除了持续为扫毒的正当性典故 还有自己被认为与中国太过亲近的外交政策 这里是菲律宾邦阿西南省 黄烟岛是这些渔民的传统渔场 他们无法理解 五年前明明赢了南海仲裁案 黄烟岛却还是被中国霸占 而谈到中国 独特币收敛火爆脾气 反而变得理性 且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做了一件事 我只是为了好与他们 但为了一些人说 我帮助于中国 在成为总统的 这些人 什么都要你呢 什么我会做 杜特利似乎说服菲律宾人 北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毕竟在疫情当下 中国是第一个 捐物资送疫苗的国家 而他自己就是 打了中国科兴疫苗 但许多菲律宾人 并不这么想 在马尼拉的中国使馆前 这样的示威经常上演 7月12号 是南海仲裁五周年 民众高举上个月 因突发心脏病 过世的前总统艾归诺照片 怀念他任内在南海问题上 对北京的强硬 并讽刺杜特利 面对中国的侵略毫无所谓 26号的游行中 更要求对杜特利的扫毒行动 追溯他的滥用实行 这还真的让杜特利有些担心 由于菲律宾宪法规定 总统一任六年不能连任 杜特利开始布局明年的总统大选 要找个自己的亲信接班 以保他卸任后平安 菲律宾的传奇拳击手 帕奎奥在2016年 从政当选成名人 他是杜特利的忠实盟友 原本怕会要在杜特利的接班人 口袋名单 但近来两人举语不断几乎决裂 杜特利又找上前独裁总统 马可思之子 小民帮帮的小马可思合作 但杜特利还是觉得不靠谱 于是在自家民主民主党会议上宣布 避免受到刑事追溯 要搅逐下届副总统 这受到党内同志支持 因为所有的成绩和成绩 成绩为PRRD 在过去五年 和最后一年 六年是不够的 为了很好的总统 但法律只限制了六年 所以如果總統要繼續 如果總統想要做總統 他可以在接下來的政府 和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我一定會支持PRRD 100% 菲律賓政府總統並非搭檔參選 而是分開投票 杜特蒂在下次大選中 有意發揮母雞帶小雞的效應 而他屬意的總統接班人 也逐漸浮出水面 那就是明達納爾首府 納毛是現任市長 也是杜特蒂的女兒 莎拉杜特蒂 莎拉繼承杜特蒂在納毛的政治底盤 火爆脾氣與父親如出一策 成一拳揮向強拆民房的警察 草根坦率也接地起 在菲律賓政壇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由於菲律賓派閥政治根深蒂固 莎拉近一個月來拜訪各大政治家族 尋求支持 包括前總統艾諺彭家族 並在拜會输入最大的賈西亞家族後 中了恐慌 hole有人參與中國的指示 行前總統 vet ai 諾彭家族 在副總統人選中以18%暫居首尾 曾經杜特地 已清理家族政治的裙帶關係 獲得選民的認同 但如今的菲律賓 一個更大的政治家族可能正在成形